天儿,你的琴妓是谁教你的 朕记得你母妃并不会弹琴 难不成你是自学的 回父皇的话 儿臣是跟冷宫里的太妃奶奶学的 这封伟琴也是太妃奶奶送给我的 学得不错 除了读书任子弹琴外 你还学了什么 琴妓说话都学了一点 只不过都只学到了一些皮毛吧了 哦 天儿 那首曲子你从哪儿学来的 这曲父皇是头一回听 是为叔叔站在门外哼的 儿臣觉得好听 就跟着他学了几遍 然后自己谱的曲 什么 儿子还会谱曲 这是什么天才 那你还会弹什么曲儿 很多呀 比如石面埋伏啦 烟雨江南啦 高山流水 风求黄都会 回到尚书房 燕凤阳吩咐 把阵这块紫天燕 狼嚎 安山墨 都送到公主那儿去 再去库房 把绿玺传给天儿 是皇上 很快 这赏赐 满后宫的人都知道了 刚醒来的太后娘娘 被谢言二哭得人都烦了 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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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就一点东西吗 以后姑姑库房里的东西 你看中什么拿什么 行吗 姑姑库房里的东西 她想要 以后不还是她的吗 可是皇上的好东西 怕是要被那两个小箭种 给弄光了 姑姑 燕儿什么时候能入宫啊 燕儿 你真的想嫁给皇上吗 姑姑这话是什么意思 姑姑 燕儿自小就喜欢着皇帝表哥 当然想要嫁给他了